如何从Windows 11装置管理员还原HP网络摄影机? 如果您的Windows 11 HP笔记型电脑遇到网络摄影机的问题, 且未在装置管理员中显示的话, 请遵循这些步骤以南处理此问题。 首先,请重新启动您的电脑。 如果您的电脑最近曾执行更新, 重新启动电脑可以完成更新程序, 并解决影响网络摄影机的任何软体问题。 重新启动您的笔记型电脑之后, 请检查您的网络摄影机能否正常运作。 如果问题仍未解决,请选取搜寻图示。 输入《装置管理员》,并从搜寻结果中加以选取。 如果清单中未显示影像处理装置类别, 请依序选取装置名称、动作 以及扫描硬体变更。 如果装置管理员在扫描后仍无法辨识网络摄影机, 请在下一步执行Microsoft系统还原。 这会将笔记型电脑还原到网络摄影机正常运作时的状态。 在YouTube中按一下播放清单、分页标签, 以寻找其他语言的HP视讯。 另外请搜寻我们的频道来寻找官方HP支援视讯。 请搜寻我们的频道。